最漫長的一夜 最溫暖的陪伴 每日與主同行 扎穩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長 我是阿清 創世紀十八章 一至四節 九至十四節 一天在萬利的像樹林附近 上主又向阿伯拉罕顯現 那是一天中最熱的時候 阿伯拉罕正在自己的帳篷門口 他抬頭望去 發現有三個人站在附近 他一看見 就跑過去迎接他們 屈身虎伏在地 他說 我主啊!你若想念 就請在此稍作停留 在樹蔭下揭一揭 等人拿水來替你們洗腳 訪客問 你妻子薩拉在哪裏? 阿伯拉罕回答說 他在帳篷裏 其中一位說 明年大概這個時候 我會回來 你妻子薩拉將要生一個兒子 薩拉正在帳篷裏 聽他們說 阿伯拉罕和薩拉那時候都已老賣 薩拉早已過了生育的年齡 他暗自覺得好笑 心想 像我這樣一把年紀的女人 我丈夫也這麼老了 還能有這種樂事嗎? 上主對阿伯拉罕說 薩拉為什麼笑呢? 他為什麼說 像我這樣年齡的女人 能有孩子嗎? 難道有什麼事 是上主做不到的嗎? 明年大概這個時候 我會回來 薩拉將要生一個兒子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題 是 上主有做不到的事嗎? 人生實在有太多不可能 雖然讀過無數次 難道有什麼事 是上主做不到的嗎? 但是始終未能夠完全信服 我們嘗試進入阿伯拉罕 和薩拉的內心世界 經文三次強調 他們年紀露賣 現實就是 他們根本不可能生育 二十四年的苦等 叫他們沮喪不宜 這一次三個無名訪客 突然預告 明年這個時候 他們一定會生兒子 怎會不讓他們覺得 荒誕無稽呢? 薩拉在帳房門口的暗笑 已算相當有禮和克制 三位訪客 卻直接指出他不信的事實 並且向他兩個提問 難道有什麼事 是上主做不到的嗎? 使他們更加迷惘 這個問題絕不易回答 他們相信上帝 所以不回答 有 但是他們亦不敢草率地回答 沒有 畢竟以他們的處境 生育的確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原來看出人的上帝 從來都不勉強人承認他的全能 他提問題 但又容許我們沉默 因為這個問題 要我們親身經歷 才能夠回答 上帝容許薩拉迷惘 沉默 經文留下伏筆 既在薩拉下一次說的話 已經是以撒出世之後 相信如果他回想 兩三位訪客一年前 在他們沉默的問題的時候 他已經能夠回答 沒有 一件也沒有 在我們的生命中 上帝如何成就 我們以為做不到的事呢? 多謝你收聽 由和諧頻道製作的 每日與主同行 材料節六字 漢語聖經協會出版的 天天親近主 歡迎你在我們Facebook 留下你的足跡 明天見 拜拜